我们今天要来讨论关于Chapter 3的最后一个part 然后昨天上个video的话 我们主要是介绍一个人类的消化系统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它怎样去帮助我们人类消化那一些食物 今天的重点就是要讨论说这些食物在消化之后 他们怎样被我们的人体给吸收 然后怎样拿来用 同样今天的topic还是有蛮多新的知识 让你们去了解 所以还是要pay点attention呢 来重新复习一下消化的马来文叫Bentgennaan 英文叫digestion 然后那一些消化到最后最终的阶段最小的东西 我们叫Hartio Acure Bentgennaan 或者是Final Product of Digestion 意思就是这一些东西已经准备被我们的身体给吸收 它们已经不能够再消化成更小的东西 自己已经是最小的了 这是我们上次有讨论到的东西 因为它们假设说碳水化物Carbohydrate消化到最小的形态 我们叫它Glucosa 或者是Glucose 也就是葡萄糖的意思 蛋白质Protein的话 到最后会变成Amino Acid 或者是Acid Amino 在马来文 脂肪会变成两样东西 其中一样是Fatty Acid 或者是Acid Lamar 第二样是Glycerol 同这边给大家重新复习一下那些Enzymes 这整个过程这整条东西要怎样写 考虽还是喜欢问的 首先第一面这一面是关于Starch跟Kanji 我们的碳水化物要复习的可以自己stop一下这个video 第二面是关于Protein 你是可以自己stop一下video来看 第三面是Lipid 或者Lemar 这三个东西我们同样上个video都讲过了 今天要介绍你们的第一样东西叫做Velus 马来文和英文都是叫做Velus 只是Spelling有点不一样而已 它看起来就像右边那一张图 OK 只有很多很多在我们的肠子 OK 这右边这张图是我们的肠子 我们的肠里面就有很多这样子 一只一只好像手指这样子的东西 粘在我们肠子的墙壁上面 如果把这些手指放大来看的话 就像右下角这一张图 OK 然后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一张图 这个Velus这手指里面 那个红色跟蓝色的那一条东西是我们的血管 它们有很多很多的血管 你也可以想象说我们的肠子 有很多这样子的手指在里面摇来摇去 看起来就像海草 这东西主要有四个特点 这四个特点考试很喜欢问 第一个是它很潮湿 它有潮湿的表面 你可以想象说我们的肠子切开来 里面有很多粘粘的液体 OK 就是很潮湿这样子啦 然后马来文叫 Permukaan yanglumbab或者是damp surface在英文 第二点 这一点折来折去 是四个特点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它折来折去的表面可以帮助我们的肠增加面积 意思就是说更多的肠子 更多肠子的部分可以接触得到这些食物 所以它吸收得更快 然后折来折去马来文叫 或者英文叫Foze 然后下面有解释马来文的英文 就是Monambaran 这样子就可以帮助到 或者英文就是 damp surface area and rate of absorption 接下来还有两个特点 它非常的薄 薄到只有一个细胞 这样子的厚度 你可以写 最後一个特点 它有大量的微血管 这个微血管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巴士 然后等着被吸收的营养是我们人 我们人在等巴士 当我们的肠有更多的微血管 只有更多的巴士的时候 这样我们就更容易 把这营养传送去身体各个地方 OK,就是说有更多的巴士 就可以在更多的人这样子 OK,它 Mumudagan process Bangutan neutron 或者Is the process of neutron transportation 所以这四个特点在讲的也是超级重要 尤其是第一个,折来折去的表面 所以考试也蛮喜欢问的,把它记起来 这里有几个题目 然后就要给你们复习一下 上个video讲过的东西 和我们今天刚刚才讲过的东西 因为这几个题目都喜欢出来考试 我直接用华语跟你们讲说题目来问什么 第一题 请列出在我们人的消化系统里面 哪一个部分是负责吸收这些hustle act 或者是final product的 这是第一题 第二题是我们人的消化系统里面 哪一个部分是吸收,负责吸收水分 OK,就这两题 你们可以自己停下来 然后自己想一下答案 OK,答案是吸收hustle act year 或者是final product 就是说最小最小的营养的地方是我们的小肠 或是scuture或是small intestine 昨天也讲到说小肠是最后一个占 OK,巴士占的最后一占 可以拿来消化东西 在小肠之后我们就不再消化东西了 全部变成大便 然后下一题讲说哪一个是吸收水 哪一个部分吸收水 就是我们的大肠 我们的大肠上次也讲过说 大肠是没有消化东西的过程在那边的 它只负责吸收水分而已 大肠马来文叫usus bursa 英文叫lashingtesting 这一个是我们刚刚才解释过的 请讲出右手边这一个照片的名字 还有它的重要性 OK,这个东西 刚才讲过的名字叫做villus 你要把这名字记起来 它叫villus 然后它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的面积很大 OK,它的面积很大 它可以帮助这个肠更多的地方触碰到这些营养 可以吸收得更快 所以它是undum nambar 跟las bormunga-anusus gageo 或者英文是it to increase the surface of the intestine 第二题问说apaka-x 还有它的用处 它的gaguna-an 我们刚才讲到说 其实这一只手指 OK,这个手指下面是有很多血管的 所以x就是那些血管 血管叫做capillary dara 或者是blood capillaries 在英文 这些血管像我们刚才讲的巴士跟人 是为了去更容易 更快地再送这些营养 去身体各个部位 这个是有颜色跟没有颜色的 红色的那一个就是血管哦 OK,我们现在讲完说 我们现在已经讲完 食物怎样被小化 食物怎样被吸收 我们现在就要讨论这些食物被吸收之后 怎样被拿来我们身体用 首先这整个过程 就好像你在淘宝买东西 当你下订单 OK,你给钱之后 就会有一两van把你的货收集起来 这两van就会站到你的家 然后给你用 所以 我们的小肠代表就是淘宝网 我们的小肠 里面有很多那些营养嘛 当营养经过微血管之后 这些微血管就是van 负责在后给细胞 细胞就可以用这一些营养 这整个过程 OK,就是从你开箱 你拿到包裹 你开箱 开箱之后你要用嘛 那时候你买了一支烧把 你开箱这烧把 然后你要拿来扫地 这整个过程叫做 我喜欢叫它assimilasi 因为我以前这样子被 马来文就是assimilasi 英文叫assimilation OK,它就是 所谓的分配 或者用 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三大营养 就是碳水化物 carbohydrate 然后protein跟脂肪嘛 这三个东西 它们主要的功能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根据它们特别的功能 然后来分配给身体不同的细胞 首先葡萄糖 或者是glucose 或者叫glucosa 我们知道是为了拿来给我们提供能量 然后 这个glucose 它特别的一个 特别的地方在于 我们讲葡萄糖啦 多余的葡萄糖喔 是不能够拿来 直接储存在我们身体里面的 它一定需要转换成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glycogen 才能够储存在 hardty或者是liver 就是我们的肝脏希望你们还记得 所以这里要强调的重点是 我们常常听到有一种产品叫葡萄糖粉 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吃多了 我们身体用到足够之后 会把多余的葡萄糖 转换成glycogen 才能够储存 单单葡萄糖是不能够存在身体里面的 第二点是蛋白质 这里同样我们不再讲它是protein啦 因为它已经消耗到最后一个东西 量来叫aminoacids 所以我们就叫它aminoacids 然后我们知道说它是为了拿来生产新的细胞 好像你去练gym 然后你是身心的muscle cell这样子 当然除了身心的细胞之外 它还帮助我们去做更多的hormone antibody 还有enzyme 然后enzyme就是我们昨天讨论过的酵素啦 所以说好像如果有人想要减肥不想吃肉的话 其实也是不健康 因为如果你不吃肉 尤其是女生 这样hormone和荷尔蒙就会荷尔蒙失调 然后还有你的enzyme就没有了 帮助消化就不良 或者是antibody 我们的抵抗力就会变弱这样子 所以还是需要去吃肉的啦 然后蛋白质跟我们刚才讲到glucose的差别 又在于蛋白质是不能够储存起来的 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储存蛋白质 如果说今天你去吃corean barbecue 你吃很多烤肉 这一些多余的烤肉会变成protein之后 多余的protein它会变成urea urea就是类似小便的意思啦 然后它会通过小便跟流汗排出来 所以urea就是类似那种咸咸的东西啦 所以你的小便跟流汗都是咸咸的 要记得的一点是蛋白质没有办法储存在身体里面 就这样子 最后一个我们来讨论的是脂肪 同样这边我们不再叫它lema或者是lipid 因为它已经消化到最后一个东西 我们就叫它acidlema加glycerol 或者是fatty acid加glycerol 然后脂肪有一个功能 就是它可以拿来做细胞膜 就叫做membrane cell和cell membrane 这个东西我们是缝完的时候读过的 如果忘记的话 右手边那一个照片就是cell membrane 然后脂肪跟我们的碳水化物 因为我们的glucose是一样可以被储存起来的 只是它会储存在我们的皮肤底下 然后讲好听的话 这些脂肪它的功能是拿来控制体温跟保护内脏 但是太多脂肪还是很丑啦 把我看对不对 所以总结一下 在整个过程里面 从食物开始消化到吸收到哪来用 总共有两个system在帮它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消化系统 叫做system pengenal or digestive system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人跟bust 那一个营养要做bust去每一个细胞里面 这个bust就是我们的血嘛 所以又包含了血液循环的系统 马来文叫做system pengeridaran dara 英文叫dara circulatory system 然后这里也讲一下排便 这英文的课本里面有 排便就是说 当你从消肠所有的营养被吸收之后 剩下不能够被吸收的 会去到大肠 大肠在这里重新把水分给吸掉 大肠吸收完水分之后 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大便 大便会在直肠等着被排出来 然后在英文跟马来文 我们不叫它dahi 或者是shin 我们叫它tinja 还有phesis 整个排便的过程 排便的过程叫dification 在英文或者马来文叫bengia tinjaan 这个experiment特别重要 这个已经是你们整个chapter3的最后一个要注意的东西了啦 整个experiment很重要 最重要过我们上个video讨论过的experiment 就因为你们带大家都没有概念 所以你们第一个要知道的是 这整个experiment就是为了探讨 葡萄糖和我们的gurucose 是否能够穿过wisking tube wisking tube就是右边这一张图 那一包东西 你可以把它完全想象成是你吃ice cream的那一种plastic bag 下一张图就看得到 一直像我们右上角那种ice cream的plastic bag 就叫做wisking tube 首先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它的步骤要怎样做 但是你们需要跟我一起想象这个步骤 首先你要准备两个wisking tube 然后有两个装ice cream的plastic bag 一个叫a 一个叫b 你先把这两个wisking tube的尾巴都绑起来 这样它就只有一个洞口嘛 那个洞口它还倒水用的 首先wisking tubea 我们装glucose 倒glucose水进去里面 然后绑起来把它的头绑起来 这样就不会漏出来嘛 同样wisking tubeb我们倒starch或者是kanji 这样我们现在就有两袋的东西 a是装着glucose b是装着starch或者是kanji 然后现在你把这两只ice cream 放在不同的杯里面 ok 就像下面那两张图画这样放在不同的杯里面 在那个杯里面你再加白开水 但是我们不叫它白开水我们叫蒸馏水啦 蒸馏水马来文叫Iyer-suling 英文叫bistil water 蒸馏水跟白开水不同的差别 在于蒸馏水是经过特别处理之后比白开水更清洁的一种水 就好像我们不会直接拿我们的水龙头的水来喝嘛 我们就会经过过滤这样子 这个很清洁的水都是蒸馏水啦 所以记得现在你是一个你是有一个有两个杯 ok你有两个杯那个杯里面装着蒸馏水 然后你把你的ice cream插在里面插在蒸馏水中间这样子 然后带第六个步骤 你在这两个杯里面轮流到倒下 Iodine还有benadine solution或是乌酱 意思就是说首先啊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拿A的杯来做例子好了 A的杯现在是有蒸馏水在里面再加一支ice cream棒 我现在就滴一滴Iodine 好像我滴Rabina这样子 ok我滴一滴Iodine 我们知道Iodine是拿来检测starch的吗 如果说Iodine它检测到starch的话就会变颜色 但是不管它有没有变颜色都好 我滴Iodine下去我等着看它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改变都好 我把这个水倒掉 okice cream留着把水倒掉 我再重复加白开水 加蒸馏水进去 再滴benadine solution 我再等看有没有反应 这样子 所以就说你A跟B要这样子做 所以就说你要做四次这样子的东西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到底Iodine跟benadine 拿来做什么用 因为我们一直提到它 所以其实在解释过之前 这整个实验是模拟了我们的小滑系统 看那个红色的字很重要啊 考试常常会问 Bisking Tube在这个实验扮演什么角色 它就是我们的肠子的意思 然后蒸馏水这个不太常问啊 就是我们血液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 同样讲了刚才我们的做这个实验的目的 我们要做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知道说 到底我们的葡萄糖 我们的glucose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穿过Bisking Tube 进到蒸馏水里面 所以Iodine在这里是为了测试starch或者是kanji 然后benedict是为了来测试glucose或者是glucosa 然后如果说他们有测试到任何一个东西存在的话 就会变颜色 这是上一部影片的时候 我screenshot下来的其中一个slide 我们讲到说Iodine 如果检测到starch或者kanji的话 它会变成生蓝色 benedict solution或者benedict ujian 就会变成bring rate precipitate 或者是merabata OK 这一个就是我们要讨论它的结果啦 在实验之前 A的那一个杯 讲了一次A的杯 我们是装着glucose的 在实验之前 Iodine它原本的颜色是brown color 所以我们滴了Iodine进去之后 它变成brown color 实验之后还是一样原本的颜色 还是一样brown color OK 听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Iodine是为了来检查starch嘛 但是在A的杯里面根本都没有starch存在 所以它没有改变颜色是不奇怪的 然后我们看benedict Ujian benedict 或者benedict solution 原本的颜色是蓝色 但是在实验之后 它检测到glucose 从whisking tube里面跑出来了 OK 它检测到glucose存在在那个 你的蒸溜水里面 所以它就从蓝色原本的颜色 变成brick red precipitate 或者是mera butter 它变成红色的 意思就是说它检测到glucose 从whisking tube里面流出来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B的杯 是放着starch和kanji 然后你的ice cream tube里面是装着starch或者kanji 首先实验之前我们第一 Iodine它是brown color原本的颜色 在实验之后它还是变成原本的brown color 我们刚才就有讲到说Iodine是拿来测试starch有没有存在的嘛 这里既然说实验前和实验后它都是原本的颜色 意思就是说这个starch还是被困在那个whisking tube里面 它还是被困在ice cream tube里面流不出来 所以我们就来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 当然关于benedict solution的话 里面benedict是拿来测量 拿来测是glucose的嘛 在B的杯里面根本都没有glucose 所以这个benedict 从实验前到实验后还是一样是原本的蓝色 现在如果考试问你说这个实验的个心不烂 或者conclusion是怎样的话 你就可以写说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因为我们知道glucose是消化到最小之后的一个形态 所以glucose的体积会比starch更小 也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glucose才有办法去穿过whisking tube 你就可以自己把它写成马来文或者英文了 然后如果说hypothesis的话 你也是可以把这个个心不烂 或者是conclusion完全一模一样写下来 其实glucose can pass throughwhisking tube 或者是马来文glucose bolemarisamlalui tubewhisking 这里讲到最后一个重点是变数 这是我们小学学的固定性变数 反应性变数操纵性变数 然后还是有一些同学不知道性变数 他英文马来文讲讲 所以我就把它写出来 首先固定性变数的话 在两个杯里面它们都要一样的 我们可以讲说我们的ice cream tube 我们的whisking tube 一定要一样大小 也不可以说一个是1L 一个可以装5L 这样就不公平 一定要一样大小 第二个是水的温度 假设说我有两个ice cream 一个是A一个是B 一个A的ice cream我浸在冷水里面 B的ice cream我浸在热水里面 这样子那一个ice cream就容易溶掉在热水里面了 所以水的温度还是很重要 然后操纵性变数的话 既然我们在test说 那个glucose跟starch之间有没有差别 这样子 所以操纵性变数就是 whisking tube里面装着什么水 马来文叫denise kandongan 英文叫tel of content 然后反应性变数就是到最后 我们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知道 说glucose会有办法穿过whisking tube 所以反应性变数就是glucose 或者glucosa 有没有存在在这个针对水里面 水呢就是 gohadurine glucose dalam iosuline 或者presence of glucose in distilled water 你们可以慢慢去看这个experiment 那是真的很重要 考试应该很大可能会出 OK 来到这里 就是我们影片的结尾啦 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再来问我 OK 拜拜